廟是拜祖先、拜偶像的老班廟 老班廟是我們所說的風火牆和灰雕 以及很漂亮的青磚牆,這是非常漂亮的 在青年台,這是廟 虛視,剛才理事長也說了虛視 那幾百年復屆之後有虛視 以前的人在虛視就是異文易物 舊時我們在鄉下種了一個田地 很多漂亮的菊,收回來很多漂亮的米 他們不會吃的,你不是在虛視賣 買了它之後,買一些差的米回來自己吃 剩下的錢買,買油、鹽、農具 異文易物,這叫虛,虛通上怎樣? 就是一些什麼呢? 感動方面,附近很多農田地的人多西種的地方 所以當時元朗區、夏村、大埔這些地方 現在沒有去哪裡了? 這個就是泰和市 我們叫做大埔區 舊區和大埔新區幫我通常 這個叫做泰和市 這個就是文武廟 於是一定有廟 做什麼呢? 因為廟一定有人做生意 一定有爭執 於是每一個廟我們主持公道 另外呢,做為村民聚集的地方 那時候沒有社區中心的 廟就是社區中心了 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個是泰和市 這個呢,完全沒有用到的 聯和區 聯和區了 那時候有一道器权 每當便萬事 整個富貴區,我幾乎幾乎去查它 幸好沒有 現在聯和區在那裡了 這些就是虛視 好了,這個就是夏村市 一個區,很多人來往 於是乎怎樣呢? 就一定有客棧 有貨棧 這個客棧 臨行客棧去到幾次? 現在見不見到? 對不起,見不到 封了 封了鴉坑天 不讓人看 不讓人看 不知為何不讓人看 怎知就封了 沒有了,這個就是夏村市 好了,講了分佈 我看一座的中赤建築 其實我們分開三個東西 第一,台基 第二,良柱 第三,屋頂 屋頂 為何不說牆呢? 牆不是一個主要部分 不是主要部分 我們一段時間 我先去右頂說 其實屋頂最重要 因為屋頂是有個等級的 有個等級 不是說我起甚麼就起甚麼 但香港所見 通常就沒有人理你了 為甚麼呢?因為沒有皇帝 於是乎我們見了 我由最高級開始講 開始講 第一個,我們叫做硬山頂 不是低,是最遠常見的 硬山頂就是甚麼? 俗稱叫做金字頂 這點 特點呢?屋頂 這本叫做山牆 屋頂是不凸出來的 平的 這叫做硬山 這叫做硬山頂 是否平呢? 平的就是硬山 經常見的 我們叫做金字頂 這條這樣的東西 不說著 稍後再講了 好了,第二是圓山頂 圓山頂就是這樣 跟硬山一樣 但高頂是伸出來的 伸出來的 突出去的 圓掛在這裏 所以叫做圓山頂 圓山頂 香港不多 不多 這個了 第三就是揭山 揭山不容易的 我經常叫做九隻電 九隻 九隻 一隻 二、三、四、五 後面又有的 九隻 這叫九隻電 不用怕 看本書回去 我輸了 我隔年看 不是上課 我講得很快 無墊頂 五隻 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五隻 這也叫做四面波 我在新界經常見過 那些公共建築 但有些 我們不叫做 為甚麼 因為沒有隻色 沒有隻獸 所以這個 有隻色 有隻獸 我們叫做無墊頂 無墊頂 這個黃大仙的鳳鳴樓 好 接著 讚尖 讚尖是沒有隻的 沒有隻 就怎樣 無論怎樣也好 去到中間有一點 好像我們爭巴傘的傘頭 這個叫讚尖 讚就是讚到這個意思 讚在中間叫做讚尖頂 讚尖有圓的有四方有五角有八角的 有沒有長方形的 沒有 四方有六角有八角有 這個玄學園 這個玄讚尖 這個八角讚尖 書印錯了 無關是我寫錯 這個應該是八角 書印寫六角 讚尖 這個讚尖頂 最後他得不到 即是我們不理屋 怎樣看屋頂 就讚尖了 接著 又叫規頂 規頂 規頂是甚麼 它是鋼規 這樣 讚尖是這樣彎上去的 讚尖彎上去的 這個彎上去的 這個彎上去 慢慢來 去外大的安全帽 這樣叫規頂 香港找得很辛苦 這個找了我很多年 香港仔 南港山道公園 下車 那時下車拍得很貴 為甚麼 十幾元 現在下車便宜了 為甚麼 兩元而已 兩元 不能去拍了 這裏 這裏 我們叫做規頂 規頂 還有綠頂 綠頂 不是綠色的路 是平行形的 四方是平行的 這裏是哪裏 竟然來 竟然來 或者我看一張 是否四方 四方的 四方 這裏叫規頂 這裏叫規頂 這裏叫六頂 這裏每一年的舊曆 九月十八 你一定要去的 這裏是荃灣漁景新城 走過鄧族的三世祖的霧 為甚麼要去 因為那裏是免費吃燒肉的 剛才說 正月十五就去吃燈族 就是錦田鄧族 這個就是整個 整個東莞、深圳、香港 鄧族的第三世祖 他那個 我們叫後地 九月十八 正月九月十八 很多房子去的 以前是拿走的 現在多了東莞、深圳那些 鄧族有錢 他們在這裏製完 就馬上分了豬肉吃 不拿回深圳 大把 於是我們去到 你不要第一個拿 不要最後那個拿 第四、五個拿就行了 那就可以了 嘻嘻地過去就行了 這裏 這個就是沒有 真的不是壓力 還有一個叫捲棚頂 捲棚頂沒有正直的 沒有正直 這個是不是很正直 中間是捲棚子捲起來 通常是甚麼 在公園 公園我們不會看天的 一落上天 嘻嘻 見到九龍宅 景色那些唐樓 見到美東村人 不靚 於是在下面 花草、樹木、架山、小溪 所以屋頂是沒有東西的 那通常都捲棚頂 會在甚麼 公園那裏 在一個捲棚頂 好了 這間很少見的 半波頂 很少見 就這樣 這樣 這裏上不上去 對不起 這裏是禁區來的 所以現在未開放 這裏是打貴嶺 周田園 何時開放 2018 2018 現在不行 現在沒得去的 這個 為甚麼 因為地方態勢 通常這些是集物房 公仔 這樣去後就後出水 這樣去前就前了水 通常都向後 就是這樣 我們有九種屋頂 有空無事 和我去找 找齊 找齊 九種屋頂 有屋頂 一定有屋隻 有隻色 為甚麼 女店都好 金鐵頂甲的時候 一定流流 於是有隻色騎著牠 騎著甚麼 不讓牠流水 不讓牠流水 這裏叫屋隻 我們見到 這個就是屋隻 這個叫正隻 這條叫垂隻 這條叫槍隻 這條叫槍隻 這條有條 這條叫薄隻 下來了 見到下屋一條橫很長的 圍著牠的 叫甚麼隻 圍著牠 當然是圍隻 這個呢 這個叫刑角 是否很大件事 怎麼記 不用記的 不是考試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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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記得 記得好 帶著人去 很威風的 說了給人聽 這個還沒得 這張是這樣的 這隻 主要是用來 包著那個膠架位 入水的 騎著牠 不讓牠入水 主要就是這件事 於是做得漂亮 這些就是琉璃牙 以前這些牙 只是皇宮美容 但這裡香港 無所謂 有錢就行了 這些就是石 好了 那 石 但是呢 如果贊尖怎樣 這個就沒有石 於是乎 這個就好像我們 這個贊尖 裡面就是木頭 木頭 好像怎樣 好像一把傘 那樣 有沒有人戴傘 有沒有人戴傘 戴傘 立刻說 傘 戴傘 打開它 打開它 我們看到 是 麻煩你 這把傘 怎樣 現在怎樣 就是我們那個 寶頂 反轉它 這條呢 就是雷公柱 這些呢 條條的傘 有個名字叫油槍 知道嗎 明白了吧 多謝你 這樣就整把傘都撞出來 又不會漏水 如果我們把傘 我老婆跟我說 你不要整把傘捉地下 捉傘 那傘頭 崩了 入水的嘛 你沒有被老婆罵過 有沒有 老婆經常說你不要捉 所以現在老人家就是這樣 弄個坑側 就不要捉 一捉了一個 捉崩在那裡 或者入水 所以這個頂就是 不給入水的意思的 這個意思 這個 這個叫雷公柱 是的 雷公柱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叫什麼 雅劍 石石一些 這個 這個就是 石石分開一種 一種就是 我們叫什麼 陷瓷 將瓷片 打爛它 會黏上去 陷瓷 陷瓷的好處 永久 都是這樣顏色的 但有個不好處 十一多會爆 好了 這個是長州北大廟 大家看看有什麼特別之處 看 看到 這個是火珠 這個是二郎 這些很多民間故事 但你發覺見到 有隻非洲獅子 是不是非洲獅子 這麼有趣呢 中國的宮殿下面的文武八公 是明朝服飾 上面有非洲獅子 下次去長州看看 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在長州做什麼 吃魚蛋粉 是 哈哈 記得 好了 那就是灰雕 灰雕就是怎樣 用鐵線造骨 將草紙 將草灰搭上去 乾了之後 就在上面雕合完成 這叫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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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呢 看看 這個呢 我們叫隻殺 正隻上面最中間 這個就叫隻殺 兩邊就叫什麼 就叫黏蚊 黏蚊 咬著那隻 不要讓它動 這隻鋒 這間鋒就不會震 不會震 接著呢 這個誰一下來 有一個瘦 這個就叫 垂瘦 垂瘦 這裡有一隻呢 就叫什麼呢 就叫做 槍壽 接著這隻呢 就叫做 遵守的酒壽 其實為什麼呢 通通都是我們 穩住 穩住這堆東西 不要跌的 但是如果這樣 整塊東西在那裡不靠 於是乎 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裝飾 放了在那裡 就是美觀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 講完不夠五分鐘 這個是什麼頂啊 算了 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垂瘦 這個呢 槍壽 這些呢 酒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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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呢 還有一個 因為為什麼呢 這裡是木來的 塞出去 我們堵住這個翼角 木是不是臨雨會爛 於是乎 又整個陶瓷在那裡 這個叫套壽 套住它 通通都是問 為了保護這個屋頂 不會露水 不會露爛木頭 這個 好了 四方那怎麼辦呢 四方時候都有個口 於是乎 有一隻東西 這個叫俠國蜜 俠國蜜 俠國蜜 其實那些人很厲害的 什麼都想完了 剛剛雙膠的位置 都有東西帶著它 不要進水 其實所有隻色都是 不可以進水 但是為了一些吉祥 於是還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有什麼意思 剛才我們講到薄風 因為薄風 一圓山 那些肯條是伸出來的 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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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軟了 於是乎 遮住它 不要被吹塌 那些肯條 那塊板叫薄風 那塊板 跟薄風 那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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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裝飾 那這條呢 就叫薄風 這條叫鱒魚 鱒魚 鱒魚有個故事的 看一本書 這個 薄風 這個鱒魚 就這樣解釋 那些 跟著呢 有個叫做戰點 因為我們的石 這裏出去 這些叫許美石 這個叫垂石 中間有個位子 這個位置刺了 就不好看 於是整個東西在這裏 這塊東西通常是 有些好意頭的東西來的 那這叫做戰點 一定有的 這個戰點 這個戰點 這裏很多的 講了屋隻 因為不怕講不完 屋面是甚麼呢 屋面 最重要是牙 牙就是用來燒出來的 這件 好了 牙面 這一塊叫做筒牙 筒牆的 這一塊塊呢 這叫做板牙 這樣向的就叫羊 反轉叫做陰 這樣叫做羊嗎?陰 有時我們集谷 一扔下去 希望這樣做六合彩 一扔扁 扁的向上 即是怎樣的? 就是羊 扁的向下 就叫做陰 一扎 當然是兩個腹敗 為甚麼呢?求神 不要求橫財 化神不行的 這叫羊 好了 這顆呢 就叫甚麼? 叫釘帽 為什麼呢? 不要滑下去 不要滑下去 這整條呢 就叫做瓦坑 瓦坑 瓦坑在屋頂 瓦坑很高 狗怎樣上去呢? 狗不會爬 狗上瓦坑 為甚麼呢? 一定有條路 這樣解了 瓦坑 這個呢 燒餅頭 我們叫做瓦坑 這個呢 下雨時的水在下 這個叫滴水 蟬線滴水 點滴生頭 就是這個了 這一扎 瓦面 有些沒有瓦筒 用甚麼? 就用這個陰瓦 這個 這塊感向的羊瓦 腹轉的 就叫做陰瓦 這也叫做陰陽瓦 陰陽瓦 有個好處呢 第一 瓦是比陶瓦的瓦筒 第二個 雅瓦鴨邊間 那多了 涼爽一點 涼爽一點 剛才我們見到燒餅頭 燒餅頭是圓的 有沒有半圓的? 這個就是半圓的 這個就是雅多雅 剛才我們見到圓的 這個是半圓的 這個是滴子 兩種看完了 雅 雅一定有弧度 過分的 有時燒壞了雅 那個弧度不對 就達不到 這個人是燒壞雅 不入答的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間不合群的 就是這個意思 那本書就說 那張照片 最重要 屋頂說得了 凍的屋頂 靠樑柱 我們說了中學景童是木頭 木頭主要有兩種 一個是柱 一個是樑 一個是樑 這間屋 常常見到 中間一條很容易拍的 通常是紅色的 最粗的 這裏就叫洞 或叫嵐 主嵐 或叫隻嵐 即是我們夾軍隻嵐 和這個隻嵐平牌的 小條一點的 就叫肯 或叫嵐 好了 我進去裏面 打橫那條 就叫什麼 就叫方 這裏叫方 這裏叫方 嵐 嵐和肯是貼屋頂的 方是樑屋頂的 不同方向的 現在我們見到這間屋 我們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叫嵐 這是肯 這是肯條 不是這個是方 這個就是方 這樣 好了 這條呢 這條就是樑 樑 樑樑 樑樑 入間屋時 那條洞 那條樑是這樣 這條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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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乎我們見到 這條什麼 柱 這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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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屋最重要的是 屋頂的重量 通過洞 下到樑 樑到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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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經常跟小孩說 我們叫社會動樑 爲什麽 小小孩是拿起屋頂的 裏這裏都要幹 人做樑樑 不要做 因為樑到樑 但怎樣都好 通過這一些橫樑 這條一隻叫三架樑 這條叫五架樑 這條叫七架樑 這種叫樑架 樑架是托樑的 有人叫價樑 小孩,不要人做駕鸟,就是這樣,你學不起就不要做 所以通通都是我們一些口頭善,其實有很多關係的 這個就是凍糧,凍糧變成,屋頂的重量就不是一幅牆 牆倒了,現在我都不會倒的,這個就是長倒,屋不倒是甚麼意思 一條條,這個叫做泉,最多了,泉農業之間是副瓦片的,瓦仔最多的泉 好,柱,柱有很多種的,有六角有八角,有這個圓,有圓的都有,柱有沒有六角的?沒有的 為甚麼?看一本書吧,好,柱怎麼睡呢?一看的就是圓柱,八角柱 為甚麼八角柱?因為第一,天圓地方,第二,太極生兩圓,兩圓生幾多? 四象,四象生幾多?八卦,所以有圓有荒有八,沒有六的 第二,六的就不要砌,六在哪裏見到呢?在井,井為甚麼用六角? 六六,無窮,井水不會敷,無窮的意思 柱怎樣叫呢?這一條,屋最重要的這四條,我們就叫甚麼? 叫金柱,最重要的金柱,在外面的鹽口那一條,我們就叫甚麼? 就叫外,又叫鹽柱,在角柱那一條,就叫國柱,國柱 好了,我們見到呢?由這條柱,到這條柱這間,就叫一間,這個就是這個進的深度,進深 好了,由這條柱,去到這條柱,這個就叫免闊,你現在有多大?我當然有三進,每一進有多深? 好了,就看這裏了,有些很淺的,有些很大柱,有些很闊的,所以我經常說,門當戶對期都是一種來的 你家有多少間?一間?你家有三間嗎?你家有三間嗎?你家有三間,我有多少間?你高班不起我 我有一間,你三間,我高班不起呢?大家都是三間,誰闊一點?就要數,是這樣的 那怎樣才數呢?數有多少橫牙,有多少橫,這樣數下去的,這個就是柱,柱了 好了,柱,但是我們看了,當我們這間屋,一邊下來的時候,一邊下來,就斜下去了 一斜下去,就變了怎樣?是通風不夠,我的光線淫不來,於是說要繞起一個翼,這個就叫翼角 那怎樣要繞?於是在做糧的時候,就有兩條,一條叫什麼?叫老國糧 即是老,這是老頭來的,在兩條上面,就插一條斜的上去,這個叫做仔國糧 一插下去,整個翼抬高了它,這個就叫什麼?就叫做翼角 看這些,其實最好就是自靈正傳的了,很漂亮的,因為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建築 好,同時你看到,這裡還有個覺神在那裡,有個菩薩坐在那裡,有個佛坐在那裡 有沒有人沒去過自靈正傳的?有沒有人沒看過這塊東西的?去做什麼去? 看一下吧,要看這件事了